原标题 学习,自然就会的。这句话,很容易给那些偷懒怠惰的人以借口,认为本领是不用学的,自然就会的。或者觉得就算学也没用,因为不是天才,学也学不会。 不过,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看注意到,韩信年少时候的学习和魔力,因而才会有这样的误会。韩信剧照产生这样的误会,还有个原因是史料的缺乏,实际对韩信年少时候的情况,只有一些只盐片语,并不完善。 不过,虽然只是些只盐片语,但透过这些只盐片语,我们也能够看出,韩信其实是有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的。 第一,韩信年少时,一定在刻苦学习,历史上并没有记载韩信曾刻苦学习,但是,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,就是韩信。 小时后,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,整天屁股上悬着一把宝剑四处走,哪里有吃的,就去哪里蹭。 司马迁这样写的时候,其实给我们放了一个烟幕袋,是想表达韩信是个不安分的人。 不过,当我们透过这个烟幕袋的时候,我们其实对韩信就会看得很清楚,他真的只是每天逛吃逛喝,无所事事吗? 如果他真是这样,那么,他肯定就会和街上的那些泼皮混在一起。 但是,从胯下之主事件,我们可以看出,韩信并没有和他们混。 韩信没有和他们混,自然不可能就挂着一把宝剑逛来逛去,把一个童年时光逛完吧。 显然,他肯定在做一些什么,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 胯下之乳还有,实际上记载了韩信去庭长家的事,难道他真的就只是去逛吃的吗? 有没有可能是去找书看呢? 第二,韩信知道他会成功,他的底细在哪里? 韩信知道他会成功的例子,就是他母亲去世以后,他把他母亲的墓地,选在一块开阔的高地上,让墓地周围可以安顿上万的人家。 韩信这样做,是在为他母亲选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吗? 显然不是的,而是要他母亲能够获得上万人的祭拜。 韩信知道他母亲能够获得上万人的祭拜。 也就是说,韩信那时候就知道他能够成功,封王封侯。 那时候,韩信还是一个贫无力追之地的人,他凭什么就知道他的未来会有这一天? 就是因为韩信很自信,很有底气。 韩信的底气从哪里来? 显然,就在于他对天下大事的判断,知道秦朝会乱,他有机会。 同时,就在于他读了很多书,富有诗书气字画。 韩信成名第三,韩信性格的磨练,也是他学习的一部分。 性格即命运。 有什么样的性格,决定着你将来的成就会有多大? 很多人可能会忽略韩信小时候所受到的性格磨练,殊不知,这种性格磨练,和韩信后来在战斗中的坚强是分不开的。 韩信在宫,成名就之后,回馈了嫖母,这点大家都能理解。 但是,他并没有回馈亭长,他说,亭长做好事半途而废,不彻底。 这有些让人费解了,更让人费解的是,他居然并没有诚挚那个让他钻铺当的怀音屠夫,反而给了他观作,让他到军中去任职。 韩信为什么要这样做? 就是他认为,这个人帮助了他,没有这个人,就没有他将来的一切。 也就是说,韩信是把这个怀音屠夫当成老师来看待的。 第四,韩信后来整理兵书,说明他读过不少书。 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,曾和张良一起,整理过史上的兵书,并对兵书进行过补充修行。 不仅如此,他自己还写过一部兵书叫韩信,只是后来失传了。 如果韩信没有读过书,这样的事,他怎么做得出来呢? 参考资料,实际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